是剛剛過去的6月30號 中央電視台播出一套名為今日關注的時事評論節目 誰知這個節目鬧出笑話還引來網民的熱烈討論 事關當節目來到評論有關針對中國的日本安保法環節中 居然錯誤播放出日本著名動漫高達的片段 而且還錯配上日本智慧隊資料影片的介紹 在這個節目播出之後 片段隨即在網上被封存 不少網友都不禁說笑話 在日君之中還有超人、多拉奕夢等等不同的動漫角色 實在是人才仔仔